怎么样,很累吧? 超累 你快站不住了 但我经常都是这样 是吗? 都会到这么晚 不算晚了 不算晚了 还有,有时候我们拍戏会拍到天亮 是啊 那这,算还可以啊 还可以 哪一个是我们的车 前面 你没有吃饭吧? 没有,你吃了 我吃了呀 你吃了? 没事 我会一直在吃 要坐一个taxi 要坐taxi 我看那边工作好认真哦 所以我不要在里面 不要 不要打扰你 会吗? 会 会啊 真的吗? 对,我就怕照顾好你 你也不用照顾我 我怕我在那边你就 会分心 很冷 还好 还好 疲惯 师傅,你开一点点空调吧 谢谢 有点冷 肩膀还怎么样 我看你在那边 好多姿势哦 那怎么办 natural,好自然 那怎么办 好 冷 睡不好 你先休息吧 你明天可以多睡点吗? 我明天 我今天早上 八点 九点 就自然醒了 好难过 完了 然后一醒就睡不着了 对 但其实我还是困的 这回很难过 很难过 很难过 其实我 我是不是 我就是只要是睡一晚 就 就跟没睡一样 你懂那种感觉吗? 对 就不是说你睡到下午 你就会觉得 睡好了 就是有一点 有一点off 有点不对 你今天都干嘛了 我今天啊 嗯 今天白天就在 抱着 抱着电脑在工作 抱着静静 嗯 然后 下午 下午就过来这边 晚上 想来看看你的 工作是怎么样 嗯 好玩吗? 你觉得 就蛮有意思的 我第一次看 我第一次看 肯定会觉得有意思 就是啊 嘿 就看到你很 很酷很 很 很elegant 怎么讲 elegant 很美的样子 你先看到我团队的工作人 我的工作人员 好吗 见了几个啊 他们都很 非常非常nice 对 他们人很好 他们都是 跟着你很久了吗 对啊 尤其有 你姐姐 嗯 就是你说 有法国的名字 那个 Gabarina Gabarina 然后 她是我的造型师 造型师 嗯 就反正所有的 东西都帮你做 你明天 没事 你让她带你去逛街 什么 我为什么太过 我不要太带过去啊 你也带过去 我昨天跟你说话的时候 你就跟我讲了很多 你 你的生活 然后我开始反思我自己 我的生活 我就觉得我这样 我这样生活是不对的 也不是不对啊 就不一样 原来说不对 但是我觉得生活 我觉得你那个叫 你那是生活的本质 你知道什么叫本质吗 你那是生活原本的样子 生活就是应该这样的 就你那是生活原本的样子 生活就是应该这样的 但是我 我宠坏了 我觉得这样 这样不对我 然后突然觉得 嗯 我觉得 那你跟我多走一走 对我要去 帮你帮你 我本质化 我给你本质化 你做完这些工作以后 你会有什么种生活 就是你要做这个 做到什么为止吗 那我觉得 我突然在这 但是我 我其实心里一直有一块地方 我心里一直是很喜欢 你那样的生活 你懂吗 但是我突然 我就是工作特别忙 然后很多年都是这样 我觉得我 有点放了 就是没 没再去想这件事情 因为我身边 没有你这样的人 就是没有你这样的朋友 就这样的人 大家都很忙 就是我大部分都是我们的行业里的人 对大家都一样 我们都是一样的生活 而突然就觉得 哎 这不应该是生活原本的样子 这样不对 对 你这样一直 拼命是为了什么 就是 你也要你 有时候要 慢下来 就去 享受 享受生活吗 我不知道我是为了什么 啊 不知道 你知道 你知道你现在看到我的时候 这个时候 嗯 你看到我的投诉 工作算很轻松的时候 是啊 你看我在剧组 就会很很辛苦 就是 一个心 然后马上就要去另外一个剧 我看你今天 我看了一下 我看你今天早上 从早上到现在我就有 就有一点 心疼 就觉得你们 太用功了 太用功了 对啊 然后我也知道 这是算你比较 你比较 轻松的一个时间 所以我就想你正常的时候 我就 不能想象 我经常工作的 没有 没有吃不上饭 你没有时间 然后有的时候 好几天 都已经没有时间上厕所 就是 就是没有吃饭 就是 为什么不行 不行啊 为什么不行 啊 都是这样的 大家都知道 那你就要再 那还是早一点时间去做那些 对 normal things normal的东西 我带你去 好 ok ok 突然我觉得有一个人 哎 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我就要唤醒了我 就是我自己 一直渴望的那个部分 我现在就很想 好不早 都不是吧 是好好睡 How about a hug is a hug ok is a hug ok